台积电植树新传计划12号在桃园、新竹、台中、台南等四个城市 和县市首长一起为环境永续尽一份心力 四县市同步种下树苗 也为植树新传计划揭开序幕 植树节跟新竹市政府林志坚市长 给我们一个这么好的土地一起来种树 台积电是一个长期致力于生态环境保育的公司 我们对于环境非常的关切 所以在去年的时候 其实是2019年的时候 我们就有一个比较长远的植树计划 我们那时候喊出的口号是 我们要种100万棵树 但事实上100万相当多 我们希望在台湾的这些靠近市区的土地上 能够种代状的树林 使得我们的人民平常都有机会能够亲近大自然 我们也可以带小孩子去 能够做这个环境教育的宣导 市长林志坚从台积公司 直升副总和丽梅手中 接下树苗象征传承 并在青青草原种下风香 土炼 青钢栗 茄冬等四种树苗 一共180棵 植树节这一天 台积电号召了四个县市的首长 包括了新竹市 台中市 桃园市 以及台南市 一起要启动植树的计划 那刚刚何副总特别有提到 这是一个百万植树的一个计划 未来希望能够种超过百万棵的树 在我们台湾这块土地 今天很开心能和台积电一起来响应这样一个植树的活动 未来我们会盘整我们全市的这个绿地绿带水净 来持续和我们台积电一起将树种下 许我们孩子一个永续的梦 一个永续的未来 台积公司今年扩大启动台积电植树新传计划 预计提供约四万五千棵树苗 未来勘察新竹左岸自行车道旁 新竹渔港海山渔港 那如万公园等休息空间 期盼持续与台积公司合作 一起增加树印空间 凯波新竹万事连采访报道